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治揭露 出街的日子就是 11月21日 你们会问,这么快出政治揭露 比平时早很多 我会解释原因 第一主要原因就是 他说过几天我要陪我爹地出门 都要出去几天的 去哪里不告诉你 总之我老爸就进完医院休息了一会儿 就很心疼 就说要出门 一定要我陪 因为没有了 有一段时间你见我出不了片 所以现在出门之前 密集出一些片给大家看 首先第一件事宣布好消息 就是我youtube 终于扭让了两个月 重新给我盈利 我现在的片段 开始你会见到广告的了 而且我近二三十套 一套片起码都有四五个广告位 你会觉得很烦 你觉得烦便非 如果你觉得何志光 做节目令你有娱乐之余又不用钱 你会感激我的 希望你帮我看广告 因为我这两个月是没有收入的 就是由九月二十几日去开始搞 搞完一个月 十月多去申请 搞了差不多了 近一个月 差几天 加上两个月 那就是什么呢 我有什么分别呢 我没有分别的 但是我抽起了六四的片 他就说我没有问题了 就是说我不抽起六四的片的时候 他就说我有问题就不让我盈利 我一抽起六四的片 他就说OK了 你自己解读了 当然啦 YouTube官方当然说 你六四的片 偷人的片 但是 那些什么解放婚被杀 你又说残人 但是我做节目 当然要讲一些 讲一些真相给人听的啦 我不收盈利都不行 OK 你说 那些东西是血腥 原来你们美国人都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呢 有些东西是血腥的 是咯 那些暴徒 杀解放军很血腥 那我想起 美国各国家里面 都很多很血腥的东西 是吧 无端端有个枪击案 有个人 又巴死几件 就是 其实 是无日无之的了 对不对 但是 美国人原来知道 什么叫血腥的 那就好了 对不对 不要紧要啦 那就是 我 就收起六四的片 他就批我 有盈利 这样 那么 无论怎样都好啦 都多谢YouTube啦 对不对 就是你都明白啦 不要不多谢啦 对不对 不多谢会有什么结果 大家都明白啦 对不对 另外呢 其实就是我一开盈利呢 那看到这个画面 我都是眼瞪瞪的 那我骂一些网台 就说 眼吹港元崩溃 哎 接着呢 我就说了 叫大家不要沽港元啊 不要沽港元买美金啊 因为港元是会稳定的 那 换来什么结果呢 YouTube第一时间 恢复我盈利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判断 就说 这套片呢 是不适合多数的广告客户 以要求审查 即是说呢 他的系统真的很聪明啊 我叫人不要沽港元 去买美金的话呢 就是不用买美金啊 我叫人不买美金而已 不去沽港元买美金而已 他立刻觉得这套片 不适合多数的广告客户 那他的系统 我真的可能是机器啦 都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有能力 去搜查到我的这个取向 这个取向呢 可能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好啊 真的 那些系统真的聪明啊 我说话而已 又没有偷片 那我扔几个图 那几个图呢 就骂一下这个鬼网台 那些人是人渣 那样 那只有个图而已 只有个小兔子的样子啊 没有色情没有暴力的 那你都搜查到不适合大多数用户 啊 真是很厉害的 你明白什么事啦 其实呢 即是说我的影片呢 如果YouTube突然间 很有心灵的感应 他觉得不适合大多数用户 那我这部影片呢 就是 出了街之后呢 最多人看的一个星期呢 就是无形 那接着呢 一个星期后 就出了下一集了 那他就说 哎呀 都搜查过啊 你这部影片没事的 很好的 是吧 那 最多人看的那段时候 都过气了 是吧 那就是你明白了 是吧 就是YouTube真是 很言论自由的 啊 很聰明的 啊 就是 他突然间感应到某一些 课题 他觉得不 不受大多数客户 喜欢 那你就没有盈利的了 原来说正那些东西呢 应该跟性质无关的 是吧 应该 我 我说得明白 真的跟性质无关的 所以呢 我这部影片 就是 有一个星期没有盈利 是吧 就是 我 因为 你明白吗 如果 说中些东西 啊 YouTube呢 就 有感应呢 那我就没有盈利的了 所以你在我的影片看到广告呢 跟着你帮帮忙 啊 就是 一节有三四个广告位 你帮我看几十秒 当支持一下我啦 啊 因为 有时候 不包裹我的影片 能播出 啊 这一套有广告 可能那一套没有的 是吧 或者这一套一个星期没有的 啊 你支持一下我好不好 啊 就是 就是有时候的东西 过去的 两个月 没有广告的 没有广告费的 其实我照出呢 一个月有三十套影片 我计算过 那 那么呢 两个月就出了六十套影片 啊 白做的 但是我又想呢 就是其实第一 我就觉得 我对那个政治的形势 想告诉大家 对国际的形势 我又想说给大家 听 那我都没什么想 啊 回到来香港 照顾家人 但是又有一些 那位时间 就照做咯 是不是啊 那啊 啊 都是求你们支持 那意思而已 啊 你不支持我也不要紧 啊 我也都不会呢 我又没穷到呢 要你呢 无端端又说什么 开个户口 number 又给点钱我 这样 我没有做这些东西 啊 又不会说 喂 那整个群组 整个whatsapp群组 要收钱才设 让你进个whatsapp群组 这样 等你跟我互动 我又没有做这些东西 啊 就是我不是发展行 不过呢 我的而且一个呢 做这些节目呢 是有辛苦的 你帮帮忙吧 那呢 今天呢 提早做节目啦 那呢 有些政治事件都发生了啦 那譬如说 占领中环 那件案子正在審 那样 那首先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判罪的 这件事是来自苹果日报的了 那呢 苹果日报就说 那戴耀廷 陈建文 朱耀明 三个陷家产啦 那他就串谋 作出公众防妖罪 那呢 他就 这条罪 为什么不认呢 我又不是很明白了 为什么是没有串谋的呢 啊 就是 那你知道佔中啦 那些物资应该不是黑社会 不是黑钱来的嘛 是不是啊 应该都是有筹备的嘛 是不是啊 就是我当那些公众真的不是给你黑钱了 我当 那些公众给了很多几千万你嘛 是不是啊 那有几千万 那时候佔中就有很多物资咯 水啊 营啊 那些东西的筹备 都是一个 计划的嘛 那戴耀廷做个带头 有很多人支援他 那他做这个规划 买这么多账房 是不是啊 买这么多汁水 是不是 买这么多那些什么 那些物资 那样 好多的 那些什么口罩啊 眼罩啊 都做很多的 那 那 这些东西 怎么会 不是串谋啊 是不是啊 我不明白为什么戴耀廷不认这条罪 他说全部不认的 然后善惑他人作足公众防摇 那他们九个人都有做这个善惑了 这个是单善惑 这个单善惑做什么呢 就是说叫些人 就是在场有些人蹲在那儿 那来到了 听完他说话呢 就大家坐下 霸一条街 那现在他叫些人去 去做公众防摇嘛 那他又叫了 那为什么这条罪又不认呢 大耀廷 你们九个为什么不认呢 我就不明白 啊 啊 接着呢 最后了 对不起啊 有一个呢 叫做伤善惑罪 伤善惑罪呢 就 只有八个人而已 不关李运达事 什么叫伤善惑罪呢 善惑他人 善惑 公众 防摇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呢 他煽惑在场的人 去煽惑其他人 参与这个占领行动 占领行动 占领行动是一个公众防摇啊 霸一条街 有些公众 不想参与这件事的嘛 那就是坐不到车 经过下角道啦 坐不到车 经过这个 金钟道啦 那些人 那些人是 你霸一条街 是一种公众防摇嘛 那你煽惑一些人参与 第一次煽惑啦 那些参与了在这里的人 你叫他 打个电话出街 叫人 去叫亲友来 那些亲友呢 不是职场听到他的煽惑 但是你叫了他呢 或者那些亲友 在电视机看完 就被他煽惑了出来也好啦 但问题来到现场 你们这百个人 叫那些在场的人 再打电话出去 叫一些 对占领 是未能跟得起的人 叫他们去鼓励 那些在家里的人出来 参与这个占领 那这个是不是煽惑他人 去煽惑 人家去公众防摇呢 那其实三条罪 他们都真的有做的 那就是你当然跟我争辱啦 就说你懂鬼法律吗 但是你最简单是这样嘛 就是有时候那些东西 我有些是中文来的嘛 现在三条罪的罪名 我看完这些中文 我只能这样解释 那我在现场 第一晚我在那里过夜的嘛 是吧 是吧 我有参与的嘛 被他善惑了的嘛 是吧 要占领的嘛 那我出来占领 那我没有叫人出来占领啦 善惑不了我去善惑人啦 那几天 是吧 但是事实 他们是有做这三件事的 那跟着呢 我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我今天走过报摊 苹果报就写着何罪之有 又製造一些bating 就是说 喂 其实呢 他们没有做错的 他们没有犯罪的 喂 大佬啊 你不是你戴耀廷的 教法律 你说没有罪就没有罪的啊 喂 我记得我很清楚 你戴耀廷说你做这件事是犯法的 是违法达议 公民抗命 那香港法律系统里面呢 是没有公民抗命这四个字的 这个呢 是一个法律以外的政治概念 公民抗命呢 就是说呢 我现在呢 要抗命 去希望抗命的行动 扭转政府的一些取向 就是这样啦 公民抗命啦 但是这个是犯法 既然是犯法呢 就要接受法律的裁判 那时候戴耀廷 那戴耀廷呢 就作出一个善话 就是说 法不自重 那法不自重是对的 是不是 那现在就说 叫 我们呢 集体 就去等拉 跟着呢 坐爆监狱 那这个呢 就是那时候戴耀廷的说法嘛 如果不是 大家滴滴在目的 最后一天呢 清场呢 是的而且确 有几百人在金钟里 死了 薄拉 是不是 那我当然我不买这一套啦 那时候我是热狗来的嘛 那但是 那这些就是他说的嘛 要坐爆监狱 就是说 你接受公民抗 公民抗命的概念 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就是说公民抗命 不是大X的 是犯法的 犯了法 就求人得人去坐牢嘛 合不合理呢 那为什么 你们会不认罪呢 那时候戴耀廷就说呢 那个伤善或罪 他没有做过 喂 你有叫人打电话出去 叫人出来参与这个占领 那就相善惑咯 那你在电视机里叫大家出来 去参加占领 这个第一次善惑嘛 跟着你说 喂 你出来的人 支持了的人 你去打电话出去 叫人出来参与这个占领 这个就是 煽惑他人去煽惑 他人去出来占领 这个就是相善惑咯 你有叫的 我记得你戴耀廷叫过人 去打电话 去call人去参加占领的 是不是 好像细菌那样散播出去 是不是 这些 在目 为什么不认罪呢 不认罪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要 令到 那些黄尸觉得 这个是司法不公 这个呢 就是 香港政府的打压 你老美啊 香港很多人 但是我是改变立场的 当年我是支持占领的 但是现在我在想 喂 很多人都是生气的嘛 我为这些东西和家人喊家 我家人叫什么呢 就说 喂 他要带个儿子去看医生 跟着你占领 令到那些塞车 跟着他 带完儿子去看医生 就半朝都不够时间 那什么结果呢 最后在下半周呢 就迟到 被老板骂 那他就说 因为你这样占领呢 傷害到他的生活 是不是 那他就很不喜欢 喂 这个是 香港人 很多的香港人 不喜欢占领的嘛 是不是呀 你防摇了 那就公众防摇咯 是不是 你插 你计划 其实这个计划 是不包括 拿物资的 还不包括 几千万派给新义安 14K 跟着叫新义安 打回自己人 就扮可怜 再激发多些人的佔领 跟着将佔领商量拖墙 最好呢 警方杀人变暴动 是吧 变了暴动之后警方杀人 跟着将六四翻版 那个剧本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呢 最后呢 香港人的民情变不了暴动 2014年的时候 那也都警方 就没有杀人 是不是 那你不成功 跟着你搞完这么多事情 令到79天 很多香港人呢 真的生活是被滋扰的 跟着你们去 用那些卑鄙网军 去搞同罗曼 蟹记那个 什么 那个少爷 他们真的有整档生意 扑街的 你占了领 是不是 没有车道 是不是 那些来吃蟹的人 你那里塞车 就不去咯 那他叫救命 你叫救命呢 你就屈他非礼 屈他 他真的 他真的 没了生意 他真的要命的 是不是 就是现在 香港很多人 是被你们这帮全家产呢 其实我也有规欠其他人 我也承认 我参与佔领 就是欠了其他人 是不是 就是你戴耀廷 带领这个佔领运动 令到很多香港人受伤害 这个是一个公义来的 是不是 就是你有个政治理念 你说那个政治理念要佔领 是不是 但是事实上 背后想搞暴动 甚至想激发政府 杀人 那没有成功 但是很多香港人 的生活被影响 嘛 而你说起 喂 你说过 你要坐爆监狱的嘛 为什么不认罪呢 不认罪为了扮司法不公 告你就不公了 那就是说 你还有什么法律的概念呢 概念就是 你戴耀廷有特权 你戴耀廷呢 要在 要霸着这条街之后呢 压到很多香港人的生活呢 很不方便 或者是 做生意呢 有很多损失 那你们呢 不赔钱不得止 还要有免死金牌 刑不上大夫 这些就叫做法论学者了 要不赶钱 要不赔钱 不要跟我讲 说你们什么人格高尚 呀 要不赔钱 真是不好意思 粗口了 黄之峰说 说什么什么 做无愧 做天道超超 跟着黄之峰就说 这个占中案 若判决嫌苛 香港人会 反你什么 反你头什么 扑街 你還以為自己一呼百應嗎? 你整個佔領運動 你製造的就是逼香港進入混亂 在混亂的時候 死人!流血! 你黃之鋒是一個大頭的人 為什麼這個佔中案沒有你黃之鋒粉呢? 我是不是很明白的 我覺得應該要告 但無論如何 這次審20天 我不知道香港的黃法官做了什麼 我是很擔憂的 可能黃法官說證據不足也好 就去放水 我就看看你怎樣 又說你們會秉公辦理 我看不到的 下一節回來說七警案 我就剛剛發覺不是 以前黃絲的時代不是很看詳細的劇情 那個案情 但現在想起 其實原來七警案是很離譜的 下一節再說 但是你落我之後 就是要還香港人一個公道的 就是我自己要跟家人吵架 相信了你那一套 但是現在就發覺 我為什麼要跟家人吵架 家人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是吧 他們想現實生活裡面 譬如說他們去看醫生 他們去上班 他們去做生意 都希望有個便利 突然有人霸了這條街 追求那個所謂的民主普選 但是原來追求那個民主普選 是美國老控制的那個民主普選 那個民主普選下一步會發展 變成民主自決 給你們戴耀廷 普選成功 拿了之後 你不是第一時間搞港獨 佔議會多數 如果你做了戴耀廷做了特首 你第一時間在香港搞港獨 你不是在香港搞港獨 就是這個東西 那就是 你們為了你們所謂的民主 原來民主 最後的 必然的推論結果就是自決 然後就變成港獨 共產黨怎樣給你 原來你那種民主的 是可以撕裂中國 下一節再回來講